我們繼續跟政治大學國安中心的 顏仁森教授談目前北非的 一些政治上的變化 你要說這個除了蘇丹以外 阿爾及利亞也發生了這個很大的變化 這個他的老總統布特弗里卡 據說是中風 然後中風還不肯放棄權力 還要再選第五任 這個事情引發了也是很大的抗議 他最後也是被逼著 提前下台 有人從蘇丹跟阿爾及利亞來看 是不是現在我們會看到 第二次的阿拉伯之村 發生在北非呢 我覺得當然是有這個可能 特別是從我們講從阿爾及利亞開始看 這個老總統布特弗里卡 他2013年就中風了 結果2014年他照樣選上總統 選上總統以後後來大家就發現他 他好像不但是要做輪椅 連講話都不太能講 但是他做了五年了 現在2019還要再選總統 聽說是後面他的弟弟 所以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或許做教的想要下來了 可抬教的都不願意 那無論如何 他2019年本來還要再選總統 今年 結果沒想到就是大家 我想要是我是阿爾及利亞人 我也覺得說很丟臉 我的總統連出來跟我們講話的能力可能都沒有 但是他卻是我的領導者 所以他們抗爭的很厲害 那一開頭他還讓步 他說我們選完以後 我們趕快再跟反對者 反對勢力來對話 然後討論一個新的憲法 未來在兩年之內可能把政權交出去 就大家不滿意 不滿意結果後來他就說 那我不選了 就是下面就不選 不選他們還是不滿意 結果持續抗爭的結果他被逼 逼下來了 那這個布蒂弗利卡就是一個很典型 當時在1992年 我們看到阿爾及利亞 他開放民主選舉 但是最有組織的還是穆斯林的基本交易派 所以穆斯林基本交易派 他眼看就要贏得選舉以後 阿爾及利亞的軍人介入 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國家 你提到包括利比亞 包括埃及 包括蘇丹 大概都是長期以來 算是我們講說是世俗的伊斯蘭統治 這個Secular Islamic State 所以他們都不願意看到基本教義派 或者一個非常強烈的這種神權思想的 進到這個政治來 那所以布蒂弗利卡在後來他們的內戰當中 算是做出滿大貢獻 所以1999年他當選總統 那維持了阿爾及利亞 算是一個長期的穩定 那阿爾及利亞目前在以領土來講 是非洲第一大國 蘇丹原來是第一大國 南蘇丹獨立之後他就小了 那阿爾及利亞確實是比較有影響力 我們知道北非過去莫利花革命 2011年的時候 第一個發響發動的是突尼西亞 那突尼西亞完了之後也影響到利比亞 也影響到隔壁的阿爾及利亞 也影響到埃及 那突尼西亞一個比較領土小的國家 它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 如果你現在去看 在這個自由之家的評比裡頭 它算是民主國家了 這是第一個在中東地區阿阿博人 或者說信奉伊斯蘭的唯一的一個民主國家 你過去土耳其是 現在土耳其我們都懷疑是不是了 那其他都沒有 除了以色列之外都沒有 所以突尼西亞是有一個指標 可是突尼西亞小 但是現在阿爾及利亞比較大 那如果阿爾及利亞也都走向多黨民主的話 那我相信一定會影響到旁邊的埃及跟利比亞 確實是 如果我們說第二次的阿拉伯之村 阿拉伯之村是現在的蘇丹跟阿爾及利亞的話 第一次曾經發生演變的一個是埃及 一個是利比亞 現在埃及跟利比亞的情況都有一些變化 埃及 我講演藥隊一定知道 那個時候他們選出Celsi 這個穆斯林兄弟會的 後來又被他的現在的新的領導人 塞西給推翻 那我們看到利比亞是 莫里花革命以後 格拉貝死了 陷入混戰 就是內戰非常嚴重 然後兩個政府 兩個政府 那現在那個 在東邊的那個 哈布塔的這個軍閥 現在進軍首都 一副要準備把它推翻的樣子 我們能不能講埃及跟利比亞 是等於是第二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發生了革命以後 通常我們看到的是混亂 如果沒有好好的收藏的話 要不然就是變成一個強人獨裁 要不然就變成像利比亞內戰的情況 埃及的情況 我們知道當時穆巴拉克被抓起來之後 還曾經被放到籠子裡頭 對 去審判他 結果你說公平選舉 就像阿爾及德雅一樣 一定是最有紀律 最有組織的穆斯林教 基本教育派 在埃及就是穆斯林兄弟會 穆斯林博拉克 他們贏得了選舉 贏得選舉 問題在這 他們贏得選舉之後 馬上憲法裡頭 就會做一些修正 然後甚至對以色列 採取一個非常強硬的態度 那這個對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我們開玩笑再講說 美國一看都是好像站在茉莉花革命 或者阿拉伯之村 這些抗爭的這一邊 可是美國絕對不是希望看到 穆斯林的基本教育派 兄弟會能夠奪權 那之後我們就看到 這個 Mercy這位總統 他自己的國防部長 就把他給推翻了 又回到了一個 美國比較覺得說 軍人執政世俗主義 然後對以色列比較友好的一個 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 但是LCC對很多 過去我們講說 民主派來講是很難接受 認為說 雖然他比Mercy要能夠更符合 美國或以色列的利益 但是不是符合埃及人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號 所以埃及還是持續 會有一些潛在的力量反對他 但是前些時候 那個雖然去白宮 川普非常稱讚他 甚至對他準備要開始的修憲 他如果是能夠修憲過的話 會執政到2034年 這個是非常肯定的 是不是美國在經過的混亂以後 後來現在也是希望埃及是一個強人 我覺得埃及的狀況 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因為埃及就是一個 安定以色列最重要的因素 只要埃及不敵對以色列 那整個阿拉伯世界是不可能 跟以色列能夠就是說 威脅到以色列的國防安全 埃及加入他們都不一定 但是沒有埃及他們絕對不可能 我們看到當然埃及也在這個 過去這個這個沙達特的領導之下 曾經奪回了這個西奈半島 那所以就表示說埃及還是最強的 那對美國來講軍人執政 又是一個世俗主義的情況之下 對美國的以色列中東的利益是比較符合 利比亞狀況不一樣 剛剛我們提到 葛達費是少數 當時就是像圖尼西亞總統 就是選擇流亡 那葛達費選擇打造 內戰打到死 雖然說很多的不同的這個國內的叛軍 有義大利有法國有美國在背後支持 他還是選擇對抗 你說的就是利比亞基本上 是一個部落的 部落主義 那所以當時結束之後 我們看到就是在首都 Tripoli 這個地方所成立的政府 事實上是有國際社會聯合國等的承認的 但它實際控制的並沒有那麼大 那反而是在東邊 這樣的一個軍閥割據的情況 一直存在他們的議會在那裡 所以變成是有兩個政府利比亞 那長期其實利比亞 這樣的一個不穩定 也對歐洲造成很大的問題 整個難民 北非的難民 都從因為利比亞離義大利 離歐洲最近 地中海過去的難民船 都是利比亞這些 在沿岸的收賄賂 然後就放行了 那過去我們看到 葛達費執政有效控管 還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概大家也希望說 利比亞也能夠符合一下 歐洲或者美國的 一個相關的利益吧 那為什麼不支持 哈佛塔就乾脆收復了這個 可是 哈佛塔其實是跟CIA都有關係 那個時候 他不是打敗仗了 後來他到美國流亡 後來是CIA在支持他 但是問題是 國際社會已經承認 在Triple It是合法的政府 不承認你 那這就很難改變 所以我覺得說 埃及跟利比亞 可能都會有一些動亂 但是並不是像茉莉花革命的 埃及有可能會有 再有新的抗爭 反而是南邊兩個國家 剛才你主持人提到 像LCC 它可能修過憲法 就到2034年 那同樣南邊的 包括羅安達跟烏干達 特別是烏干達總統 已經被抗爭過幾次了 那他從1986、1987年執政到現在 也是超過30年了 所以我覺得 下一個有可能是烏干達會起來 這個群眾會起來抗爭 所以這個可能不見得 是一定會影響到中東地區 但是因為如果埃及有 會影響到中東 就是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但如果埃及 ILCC能控制得住 因為他控制得住 是因為有美國 還是支持 控制得住的話 那應該是其他非洲的國家 可能是這個 我們講說 薩斯哈拉 這個薩哈拉 沙漠以南的一些國家 其實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好 我們看到阿爾及利亞 其實 我特別有興趣的是說 阿爾及利亞 其實他這個總統 是survive過 是度過了第一次的阿拉伯之村 對 那個時候 我們也看到有些國家 是受到衝擊 但是用錢來買 對 用社會福利 像這個總統 那個布提菲雷卡 他就是花錢 那沙烏地也是 科威特也是 那這些國家 如果說有第二次的阿拉伯之村 會不會又受到衝擊 我覺得有王室的國家 那沙烏地是比較 長期以來 大概很難受到挑戰的 那你說像巴林 如果有真的像過去上次有挑戰 但是海灣國家會去支持 他們都聯防 不是 因為他們擔心 巴林是一個王室 是少數的遜尼派在執政 擔心一旦變成多數的 什葉派執政 就變成伊朗的馬前卒 對於沙烏地有威脅 那約旦呢 碰到這種任何的情況 他就換總理就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阿拉伯國家有一些彈性 那阿爾及利亞 當時的布提菲利卡 能夠留下來 也是因為他並沒有中風 那後來2013年他中風了 我們就開始懷疑他實際 能夠就是出來掌控 我覺得現在的領導人 過去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我們說在冷戰時期 冷戰時期 蘇聯的領導人 可以幾個月不出來生病 什麼的 現在你領導人只要不出來 大家都開始會抗爭了 會抗議了 就是你的健康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讓民眾沒辦法接受 就認為說按照憲法 如果你健康狀況不佳 應該就是有副總統 或有什麼樣子 就是要有一個政治的透明度 不過這些革命動亂的種子 都還是在那裡 比如說年輕的人口 失業的問題 經濟的困難 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 能夠解決的 對不對 對 但是而且同時 就是在非洲我們講說 他們掌控所謂的社會 社群媒體 或者是說網路的力量 跟中國大陸 比起來是差太多了 所以這些人 彼此之間的聯繫 包括我們剛剛講說 像在蘇丹 這個專業人員的抗議 它是全國性的 就是他們可以聯繫到很快 那這個時候你就覺得說 哇 政府需要很強大的 就是網軍的力量來對抗 所以過去非洲只覺得說 我就靠我的護衛隊 後來說好 要靠我的軍人 可是現在不行 你還要有網軍才行 今天非常謝謝 嚴教授跟我們來談 北非目前的相關的情況 謝謝 不客氣 也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我們下次見